大家好 我是秘密特工722 我的任务就是掌控人体血压 任务的内容就是预防血压超标 我们有个暗号 只要我念出722 跟同伴就算对接成功 就完成这次任务了 在开始前 首先来解释什么是高血压 血压是心脏收缩和舒张时 血管壁对血液造成的压力 心脏收缩时的压力称为收缩压 心脏舒张时的压力称为舒张压 当收缩压长期大于120 舒张压大于80 就列入高血压患者 怎么样的人会是高血压的高风险群呢 目前找不到一个特定原因 但推测与遗传 年龄或生活形态有紧密的关系 高血压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父母均有高血压 遗传的几率高达60% 伴随着年龄增长 血管壁会越来越没有弹性 血液需要更大的压力才能输送 若又缺乏运动 再加上年纪大了代谢也跟着变差 都是老年人容易高血压的原因 饮食喜欢吃重口味 体重过胖 日常低活动低运动 时常处于高度压力环境 有酗酒抽烟的习惯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血管的收缩与健康状况 因此我们应尽量避免和过多摄取 高血压无明显的症状 有些人和高血压相处多年都不知道 即使血压已经飙高 也不会感觉身体不适 但是高血压并发的突发急症状 常常发生的让人措手不及 高血压造成的疾病风险是不能小觑的 会影响心脏的功能 增加心脏病风险 临床研究发现 高血压使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增加了两倍至四倍 猝死、梗塞、心衰竭和中风的几率也很高 高血压造成的并发症相当多 只要有血管经过的吸管都会影响 包含脑、心、肾脏和眼睛 这次的目标是一位有高血压家族时 35岁的男性大高 因为工作因素导致坐血不正常 饮食习惯、嗜甜、重血且有饮酒习惯 已经列入重点关注对象 今天的任务说明 要让大高避免变成高血压病患 我们要时刻提醒他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事项 任务暗号722所得中隐藏了三个消息 只要按照暗号行动就能掌握身体状况达成任务 分别是连续量7天血压 连续记录求精确 每天量两次 起床后一小时内 及就请前一小时 每次量两遍 每次测量未求精准 次与次之间需间隔一分钟 早上了大高刚起床 722的暗号派上用场了 起床后的一小时内要量血压 让我们开始吧 避免高血压 关键密码722 哦 对了 起床后一小时内要先去量血压 太好了 我们成功对接了 现在大高要去量今天早上的血压了 先来喝一杯咖啡好了 提提神 叭叭 避免高血压 关键密码722 量血压前半小时 不可以抽烟 喝酒 喝咖啡 和运动 而且要开始测量前10分钟 请坐下休息 充分休息后再进行测量 啊对了 测量前不能喝咖啡 医师也建议我不要喝太多咖啡 还是改喝果汁好了 好 第一次数值很正常 再来量第二次 太好了 两次数值都很正常 第二次测量前 请记得休息一分钟哦 别忘记要正确记录当下的血压 并持续记录七天哦 嗯 已经连续记录六天的血压了 明天是第七天 素质感觉都蛮稳定的 来吃个丰富的早餐庆祝一下 好久没吃薯条火腿加起司 再来一杯我最爱的全糖大冰奶 吃完后再来两球巧克力冰淇淋 巴巴 警戒警戒 有高血压问题的患者 饮食请尽量清淡 互吃高咸高油的食物 啊不行 还是水煮蛋跟水果沙拉 不能吃这么多高油的食物 吃饱了就想活一下手机 上班好累 好不容易休假 今天只想躺整天 巴巴 运动能促进我们新陈代谢 帮助多余的脂肪代谢 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 可以做一些安全温和的优氧运动 例如快走游泳等 外面天气真好啊 还是出去散散步好了 可以消化一下 对血压升高的认知很重要 血压上升是一种警讯 未必要用药 但每个人的理想血压并不一样 当血压升高的警示灯亮起时 同时也是告诉你 可能不只有血压的问题 血糖 血脂 可能都在边缘值 我们透过饮食及运动外 也需要有足够的睡眠及休息 不太过劳累 保持愉悦的心情 避免高度焦虑紧绷 避免使用太热或太冷的水洗澡 或是浸泡太久 如果医师诊断为高血压患者 因定期服药 切勿善自停药 且每日定期定时量血压 高危险族群更要养成 每天量血压的好习惯哦 11点了 来准备睡觉 睡觉前先来量睡前血压 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 定期正确的监控血压 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要忘记 避免高血压 关键密码722 至少